素不相识 为什么会同时中毒 先是上厕所 后来就是出去看 想吐三十人 瓜果蔬菜到底会残留多少营养 不放心 肯定不放心 现在吃什么都不放心 什么样的方法能让瓜果蔬菜更干净 更多内容 健康受害 平常在那边 2012年的5月1日 山东省吉南市张家屯小区 张先生在晚餐之后 出现了呕吐 腹泻 头晕等症状 家人随体将他送往山东省交通医院进行治疗 5月1号上午 我对象在张家屯早市上买的韭菜 然后晚上做的韭菜猪肉的水饺 大概我吃了有一大碗水饺吧 大概也知道山水饺 他们就是我妈和我吃的差不多 张先生说 那天晚上全家人除了吃水饺之外 并没有吃别的东西 吃完以后就发现肚子不得劲 先是上厕所了 后来就是吃虚汗 所以应该就是想吐酸水 家里人看见张先生出现这些情况 急忙把他送到医院 可是没有想到家里的其他人也陆续的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医院以后我就感觉不行了 然后就腿也发软就站不住了 也吐 刚到那我公公就不行了 就在张先生一家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有一家庆里的人也在这里接受急救治疗 而且情况和他们家非常相互 把这孩子就连兔带拉 连兔带拉 我就说怎么回事 他说刚吃完韭菜包子 他说你看你孩子也兔也拉 你不已经弄得上医院吗 这时候我乃媳婦就回来了 我就让我乃媳婦带着孩子来医院了 我毕竟得留家去照顾两位老人 然后呢我过了没多长时间 我父亲接着又连兔带拉 就是魂心出汗 然后瞳孔缩小 魂心出院抽出状 然后我正照顾我父亲 我母亲也不行 张家和李家当晚一共有七人都吃过肉菜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 医院经过观察症状和血液分析 可以基本确定属于有吉林中毒 中毒的原因是吃了有农药超高的酒菜 近几年来农药中毒事件在全国屡屡发生 2012年9月18日 吉林省舒来市正行了一家三口 因吃包子中毒 经鉴定包子馅东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 2012年11月12日 山东省吉林市王德英与他的儿子 使用了自己挖的野菜后 相继出现毒事 最后双双身亡 经诊断为有吉林中毒 2013年3日 安徽省庆州市孙先生 将自家种植的芹菜送给几个亲戚师 最后五人相继出现头晕 恶心 呕吐等症状 经医院检查为 优吉林农药残留中毒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报告 全世界每年有300多万人农药中毒 其中20万人因农药中毒 导致死亡 面对腾出不穷的农药中毒事件 不少人心存疑虑 现在市场上的这些瓜果蔬菜 都是合格的吗 现在这菜上 多少少会农药残留啊 化肥啊 虫物啊 细菌啊 不知道啊 那都是这菜 有点不放心 回去它的 旗子多一点吧 肯定不放心 现在吃什么都不放心 经过正规流通渠道 进入到市场中的瓜果蔬菜 都要经过快速检测程序 主要检测的是农药中毒乳基磷 氨基甲酸酯 两种农药成分 使用国标农药检验方法 进行市场蔬菜抽样农产检验 抽样合格率大于90% 有关部门对北京市场蔬菜抽样农产检验 抽样合格率约大于94% 那么市场中的瓜果蔬菜中的 农药残入量在安全范围内 带着大家的疑问 我们的记者在菜市场随机挑选一些 常见的瓜果蔬菜 送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请何继国教授为我们检测 何继国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 主持于参与了多项国家 部和省级科研项目 从事食品卫生与安全方面的教学研究 25年 那下面我们就和我学生 把咱拿来的菜 用这个快速简单方法 测一下您让的这个残留的程度 通过检测 我们在正规农贸市场上 买来的瓜果蔬菜中的农药残留量 都是在国家规定安全范围内的 看到这儿 您可能要问了 为什么在各地还会频发农药种族的事件呢 在咱们国家的一个蔬菜的合格率 都达到百分之九十多的时候 还有一些这个蔬中毒 那主要原因呢 应该是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这个菜农在用蔬菜以后啊 它没有达到那个 间接期就给采收了 还没有让农药在这个时候分解 第二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有些菜农可能不太懂 它用的量比较大 或者用的一些毒性高的农药 第三个情况就是 现在确实存在着一种什么现象 那虫子啊 很难防治 虫子慢慢用的时间 要时间长了抗药 抗药以后就增加了 我们用药量 这样也会造成 它那种增高的那种现象 但这个呢 其实 应该说是个别现象 不是说普遍 普遍的蔬菜 大多数都还是安全的 何教授告诉我们 农药的品种多种多样 除了有机磷 氨基甲酸酯吧 还有有机粒 拟除虫脊脂 三座等农药品种 快速检测方法 所得抑制率数值 主要表明清洗后 果蔬表面残有的有机磷 氨基甲酸酯的数量 并不能代表 果蔬农产的真正含有力 因此 如果使用了含有其他 高浓度农药 铺杂过的 以及裁砖后 短时间内食用 就很逆 引起急性中毒 除此之外 如果长期食用 含有农药超高的 瓜果蔬菜 就会引起慢性中毒 研究表明 中国癌症的发病率 逐年增高 与农药化肥使用量 常平行关系 农村中40%到50%的 儿童白血病患者 其发病 与农药等化学物质 密切相关 在这次 瓜果蔬菜 农药残留的调查中 有人说 有虫眼的蔬菜和水果 农药含量少 是这样吗 大家都说 要买那个有虫子眼的 因为虫子眼没有 没有养活 这其实绝对不对 有了虫子眼 第一 它用的药量 要大于 没有虫子眼的时候 没虫子眼两种情况 一种是 根本就不生虫 人家没必要喷 第二种是什么呢 它也可以生虫 但是它喷得早 预防性的 还没有长大的 小虫子呢 用药肯定可以少一些 第二小虫子 因为鲜油 所以小虫子喷药以后 离收获的时间长 农药分泌的也多 所以真的要买 菜要买 没有虫子眼的 而不是有虫子眼的 事实恰好相反 有虫眼的 杀的是长虫 没有虫眼的 杀的是幼虫或虫卵 而成虫的抗药能力 显然大于幼虫 农药使用量 必然会高一些 所以说 有虫眼的蔬菜和水果 农药含量少是不科学的 不管你买什么蔬菜 选择正确的清洗方式 才能有效的 取除残留农药 农药在水 才清洗净香 这清水泡 都冲了 放到一些什么 洗滴洗菜用品的那种 我们就多刷一刷 然后多在水冲一刷 我刮皮 我不带皮吃 刮皮不带皮吃 我怕这个地方有农药 我就是用那个淘米水 你搁这盐 泡菜半个小时 你们家为这个 专门买了一个火蔬清洗机 然后专门是 清洗这个火蔬的 表面挪上残留的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对于刮果类的蔬菜 大家都喜欢用刷子刷洗 或是洗涤界清洗 而对于叶类菜 大家的清洗方法各有不同 有用清水冲洗 有的借助于淘米水 盐水泡洗 还有不少人向我们推荐一些 机器洗涤 这些方法是否能有效去 含你的农药呢 我们将通过实验 为您揭晓答案 那我们把这个黄瓜呢 拿这个农药的液体泡 就是为了使这个黄瓜上 这个农药的残留是一致的 这样呢 我们在做清洗实验的时候 它的结果更准确 更合理一些 接下来 我们将黄瓜浸泡到这盆 农药吸食液体里 让黄瓜表面充分接触农药 这时 黄瓜表面付出的农药 基础数值为百分之八 这个手段看似有点极端 但是可以保证实验用的 所有黄瓜上面 存留的农药量 基本一致 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小毛刷刷洗后 黄瓜表面付出的农药残留数值为百分之八十三 下降幅度为百分之十七 通过对黄瓜表皮仔细刷洗后 为什么农药残留量还是那么高 看完这个实验 您就明白了 何教授准备了一杯水 将其染成红颜色 另外还准备了一杯油 代表农药 我们将其混合 无论怎么晃动 它们都不会相容 何教授告诉我 农药主要分水溶性和脂溶性两大类 对水溶性的农药通过刷洗的办法有效 但是一些农药是脂溶性的 不溶于水 而且很多农药会和蔬菜表皮的蜡质相结合 所以清水浸泡刷子刷洗的效果自然不理想 那么利用果蔬洗涤剂清洗蔬菜的方法 效果会如何 按照使用说明 我们在清水中加入适量果蔬清洗剂浸泡黄瓜 三十分钟后再来检测果蔬清洗剂的效果 三十分钟后 把洗涤剂浸泡过的黄瓜用水洗干净 削皮取样 使用果蔬清洗剂的清洗效果怎么样 实验结果显示 通过果蔬清洗剂浸泡清洗后 黄瓜表面附着的农药数值下降到69% 下降时度为31% 效果是好些了 可还是没能彻底清除 刷子清洗不理想 果蔬洗涤地虽然好些 可还是没达到满意效果 那么面对带皮的瓜果类蔬菜 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不同的菜应该采用不同的洗剂方法 像那个瓜果类的 这个像黄瓜呀 这个西葫芦啊 它比较这个硬而且这个皮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好吃 我们完全可以把那皮去掉 从而使附罗袋上面所有的那些的有害成分 完全给它清除掉 何教授的建议很明确 去皮最好 可表皮的营养成分很多 去掉是不是有点可惜呢 目前在规范的市场超市里买到的蔬菜 农药残留量基本能符合卫生健康标准 但如果追求完美 要求农药残留量达到最低 就只好牺牲表皮的营养了 那么像油菜 韭菜 白菜这样的叶类蔬菜 怎么才能彻底洗去残余农药呢 大家清洗叶类蔬菜最主要的方法 分别是利用清水泡洗 淘米水泡洗 以及盐水泡洗 这些方法中哪种清洗的效果是最好的呢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一个实验 为您揭晓答案 在众多叶类蔬菜中 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小油菜和韭菜 进行实验检测 实验结果显示 效果最好的是淘米水 对农药的残留去除率达到了90% 盐水其次 对农药的残留去除率达到了69% 而清水对农药的残留去除率只有53%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对韭菜也进行的检测 实验结果与小油菜基本一致 通过实验我们惊奇地发现 淘米水清洗完后的蔬菜 效果好于其他两种方法 为什么淘米水清洗效果这么明显呢 淘米水所以能够起到的一个对农药的清除作用 就是淘米水里面有一些多糖 电粉类的这些东西融出来 而多糖它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它可以把一些污垢或者农药吸附一部分 在之前的采访中 我们听到还有一种特别的方法 不仅可以除去带皮的瓜果类上的残留农药 还能去除液类蔬菜的残留农药 这种方法是利用超声波的原理 那它去除果蔬中残留农药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分别放过了难以清洗的旧菜 草莓等瓜果蔬菜 五分钟后 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机器清洗后的效果 通过检测 我们发现超声波对于农药残留的去除率高达98% 超声波为什么能去除更多的农药残留 跟以前那个洗涤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就靠这个超声引起了一个震动 同时带动这个水啊 也快速震动 相当于这个水来回的这种摆动震动 然后给这个物料表面起到一个擦拭 这个抚摸的作用 同时把这个表面的这些三东西洗掉 比如说我们在珠宝店里 我们可以用超声洗眼镜 洗这个珠宝都很干净 那同时呢 它也可以有这种对细胞壁的这种破坏作用 同时沙子细菌啊 蒸菌啊 这些个树菜上的这个蒸菌 那么蔬菜上的这个农药呢 也在这个过程中 也能够通过这种超声波震动 把它从表面给它取出掉 现代农业已经离不开农药了 我们的餐桌上几乎找不到 没披萨过农药的蔬菜 清洗瓜果蔬菜要注意方式方法 对于瓜果类的建议您削皮食用 叶类蔬菜可以多次清洗 或用桃米水浸泡清洗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可以在家中安装大功率 利用超声玻璃果蔬浓残的机器 通过以上方法 我们就可以放心食用瓜果蔬菜了 2013年1月2日 位于贵州省凯里市 格冲镇樱桃寨境内的 护空高铁 以施工隧道发生坍塌 挖掘机驾驶员赵毅被买 贵州省凯里市 凯棉路消防装队的消防员 赶到现场后发现 隧道顶部还悬挂着 摇摇欲坠的钢筋混凝土 为防止救援器材 在操作过程中产生的剧烈震动 使隧道发生二次坍塌 救援人员只能先徒手 刨挖碎庄垮 再利用液压扩张器 慢慢扩大救援空间 历经三小时 照一成功获救 净了解 事故原因是由于 出事路段为土石体 泥土松软 引发山体滑坡 最终导致隧道坍塌